業者秀出影片 倉庫裡面一箱箱 都是現在最夯的酒精噴霧槍 他把影片PO臉書 同時私訊買家 大家看到有現貨紛紛匯款下單 沒想到收到的卻是這樣 女子一手拿手機錄影 一手拿美工刀開箱 交代化開後 裡面空空 什麼都沒有 當事人收到空包彈 認為對方是詐騙集團 一支噴霧槍 價格不貴 但不少買家都遇到 一樣的問題 群組逼問 業者才給回應 他一開始沒有回 然後後來大家就開始一起 一直問他 每個人問他 就他才說他自己也被藏上手機 有人買一支收到空包彈 有人訂一批 同樣沒收到貨 然後他就拍給我看 可是他拍給我看的貨 是別人科技公司的照片 是他盜取別人的 他就說傳錯了 什麼的 顧客說他沒收到貨 跟業者反應 結果業者請其他人 直接匯款到顧客帳戶 造成對方帳號被凍結 銀行系統判定是警示帳戶 收退款收到被鎖卡 我是那天要叫福盆打 叫外送 結果沒辦法叫 我就覺得很奇怪 也沒辦法刷卡 他要陸續還我錢 都是五千一萬 五千一萬還 結果他應該是用第三方 在請對方退給我錢 這樣 沒有我就問你 現在很多人都在自救會 跟你要貨款 你沒辦法給貨 也沒辦法給錢 那你要怎麼處理 實際訪問當事業者 他自稱自己也受害被騙錢 他說有陸續退款給消費者 只是帳戶轉來轉去 害別人帳號被凍結 30多個人受害 不法獲利破百萬 有人報警求助 有人慢慢一比一比收到錢 在臉書買噴霧槍 或沒收到 最後是信用卡被鎖 TVBS新聞 廖文漢 徐又翔 台中藏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